22岁的郭姓男子今年大学毕业 上个月到中国旅游后失联 现在中国国台办公布郭姓男子 涉嫌诈骗罪正在调查中 郭姓男子是在8月27号入境上海 之后转往安徽合肥 9月5号失联后家属迟迟等不到他回国 在9月15号报案失踪 9月20号亲友po文请网友协询 一直到23号才得知是因为涉及诈骗案 被中国拘留 加上拿出截图说郭姓男子用IG和家人联络 说要转去安徽合肥 用的还是月后集焚模式 还有工作群组的对话都透露着不对劲 本来是还有一个他同学要跟他一起去 结果没有去 后来有接触到他那个同学 同学说就是跟他讲到很心动 然后利用他们刚毕业 然后就说可以赚很多钱的方式 把他们右白骨出去 郭先生入境上海已经一个月了 中国大陆都没有向我们通报 人生自由安全限制的名单 表达我们的不满 郭姓男子毕业之后 进到了一间连锁出租旅车公司工作 向公司请假一个礼拜刷腹中旅游 家属发现他的朋友也差点被骗 我是听我朋友讲但是他没有细讲 反正有人用那种高兴去骗 家属心急入分 现在郭姓男子在中国被调查 但是情况究竟如何完全无法得知 希望国内的相关单位 能够赶快帮忙协调 让他能够回来台湾 三连键朱景杰黄志忠和陈凤 屏东高雄综合报道